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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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两天之前 我就看到有工人把这个床抬上来 我想当时说 我说难道工作人员住不下了 就有人要住过来吗 但是我就没想到 真的是考试用的 就觉得太意外了 我不知道又要死了好多脑细胞去想 应该怎么去弄 看着那张床就在那儿想 然后结果实际上想 脑袋是一片空白 主要是你如果说 就这样躺在上面唱一首歌 唱完了 你会把别人唱睡着呢 反正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还是被那个床给吓傻了 我觉得这个题好棘手啊 我是想说动作那些都无所谓 我也就要选择 对 就选择 我想过两个 要不然就是很极端的 要不然就是唱抒情歌那种爱到死去活来的 弹得穿上 要不然就是唱很快乐的 也晕掉在我眼前 捏成你的心 唱不了 我觉得对你来说最主要的是 就是表演哪一个或是哪一首歌呢 适合你现在的嗓子 就好像说那些为什么我的嗓子状况不好 就是嗓子这样 根本唱不了 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他没有用上床的话 我觉得我还挺有用身的 但是现在他就是多了一个床 就感觉现在好舒服啊 怎么办呢 那预想就糟糕了 好 手短脚短的人伤不起 我又不会跳舞 在床上还只能选个慢歌 你的感情是很扭曲的那种歌吧 就这种 特纠结的那种 怎么要去设计这个歌 前面是泥男 后面要爆发 要用肢体 可以在床上翻滚 然后就是要设计 这次一个人 都感觉没有安全感 反正就是一定要表现好吧 就是一定要表现好吧 就是一定要表现好吧 旧姐 旧姐 我人自己特别不协调 人在床上分不起来 所以今天要对于这个动作 我就很头疼 动作到变好 但是我做不出来 你这就没有乱 你把那种 就那种乱晃的感情是什么 就比如说一个扇子 一个打鼓 一个蹬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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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蹬 蹬蹬蹬蹬 温柔到自然 我这个嗓子的问题 所以我唱不了高级 所以我就选了一首男生的歌 迎着风 开始公路 没遇见 哇 我现在状态很紧张 我自己都没有信心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嗓子就是这样 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如果我状态又不好 嗓子又不好 那就绝对没有希望 本周学院考试 不仅是首场个人赛 还要用一种新颖的方式 躺在床上来唱歌 正是为了考察 选手唱歌时的气息 这样的考试题目 让选手们大感意外 准备过程状况不断 断铃锡易改风格 大唱摇滚 能否获得任何 甜美的洋洋遭遇嗓子变哑 会否获得品味风情 如果我状态又不好 嗓子又不好 那就绝对没有希望 广告之后 学院考试马上开始